为什么这两种蔬菜对血糖友好呢? 首先,它们有多种营养成分 像是类黄酮、叶绿素 都是可以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的 大家好,我是千万大叔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说是有两类蔬菜最能够预防糖尿病 你猜猜是哪两类 原来一个是绿叶蔬菜 一个是十字花科的蔬菜 这个是在国外著名的糖尿病护理杂志上 刊登的来自丹麦的一项研究成果 这个研究团队对5万多人 进行了长达16年的随访调查 然后发现吃蔬菜最低和最高的两组人 他们得糖尿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吃蔬菜最多的这一组 它得糖尿病的风险下降了21% 而且吃蔬菜越多 体重也相对要较轻一点 体重指数的话 吃蔬菜多的这一组要小0.35 那么吃蔬菜最低的这一组 一天吃多少蔬菜呢?67克 67克的确是很少的 那只有一两多一点 都是按天平均计算 吃的最多这一组一天吃319克 319克听起来其实也不算多 连一斤都不到 也就是才6两多一点的蔬菜 其实呢所谓绿叶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呢 有很大的交集 就是里面很多蔬菜呢 既是属于绿叶蔬菜的 又是属于十字花科的 只不过是很多人平常 没有听说过十字花科这个学名而已 你比如说小白菜、小油菜、菜心、菜苔、芝麻菜 芥兰、西洋花、芥菜 还有西洋菜等等 这些菜的话呢 它既是绿叶蔬菜 它也属于十字花科蔬菜 只不过有一些像是白萝卜、青萝卜、胡萝卜之类的 这些的话呢 它们不属于绿叶蔬菜 但是呢 它们是属于十字花科的 你要是觉得不好记 你就捡着有叶的蔬菜吃就行了 对某一些蔬菜 你如果拿不准 它到底算不算是这种十字花科的 你可以去查一下 比如说薄荷营养师 看一看它的热量是多大 只要热量低的 那都没有问题 因为蔬菜呢 它的里边的主要的热量物质 就是碳水化合物 对吧 它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 都是极低的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它的那个热量的 主要就是由碳水化合物提供的 如果它的热量不高 就说明它肯定是低碳的 所以归根结底呢 不管是绿叶蔬菜 还是十字花科蔬菜 都是妥妥的 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那么为什么这两种蔬菜 对血糖的友好呢 首先它们有多种营养成分 像是类黄酮 叶绿素 都是可以有助于提高 胰岛素的敏感性的 还能够抗氧化 抗炎症 而且呢 这两对蔬菜都很有丰富的 钾和铁这样的矿物质 当然了 你要吃的够量 因为现在的蔬菜的话呢 很多都是化肥催出来的 所以它里面的营养成分的含量 其实比以前要低很多了 在我看来 即使吃的最高的这一组 也都还没有吃够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提倡 吃蔬菜的时候也可以讲究一下顺序 你可以先吃蔬菜 然后的话呢 再吃高碳水的食物 这样的话 可以帮助延缓血糖的上升 当然最好的办法 就是尽可能的避免高碳水食物 那就是米面糖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比简单的 挑选蔬菜效果要更好一些 当然多吃蔬菜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蔬菜呢 相对体积比较大 热量比较低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饱腹感 这样的话呢 就不至于吃太多的高热量食物 当然尤其是避免吃这个高碳水食物 这样的话呢 就有助于减低 我们这个血糖的上升 当然了 蔬菜里面还含有很多其他的营养成分 像是叶酸啊 流干类物质 这些呢 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 甚至预防癌症 还可以降低中风的风险 降低血压等等 而且呢 里面的散事纤维 还有助于防止便秘 可以改善综合的营养状况 还有代谢功能 不过呢 还是那句话 你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控糖效果 还是要尽量的限制高碳水 高碳水化合的食物 也就是说 和略蔬菜搭配的 不能是米 面 糖 而应该是肉 蛋 奶 如果你不相信 你尽可以去试验一下 吃完这些肉 蛋 奶 菜 然后再看看自己血糖的变化 对比一下 你自然会得出来一个结论 相信你自己的身体 不要相信别人的胡说八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跟着清华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控糖